三色千年木是一种很普通的室内官业植物 很多花友家里面都种有 但是养护时间长了以后 它的叶变难免会出现下垂大腊 并且还出现干天以及枯黄 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养护呢 首先用肥这一步很关键 进入夏季之后 这种植物也处于旺盛的生长期 平时施肥呢尽可能的不要给它选择一些浓肥 尤其是一些叶面肥 因为叶面施肥的话 进入夏季之后 它完全吸收不到 不但吸收不了 还很容易让它的叶片出色褐色以及斑点 出现这种斑点以后 它的生长价值就会下降 我们选择施肥的时候 最好是给它选择一些有机肥 最好是灌根 通常像我的话 我都是给它使用这种花卉通用型的这种控制肥 这种控制肥能够让它的叶片更加直顶 更让它的这些条纹更加的深水 看起来呢 整个植株它的官场价值会提升很多 这种控制肥使用的分量并不需要很多 只需要撒入一小把就能够抵用它三个 另外也不需要过多的给它进行浇水 平时呢 最好是采用健身健康的方式给它进行浇灌 因为这样子浇水在夏季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同时啊 还要加强环境通风 因为它是喜欢干旱的生长环境 平时养护在室内呢 一定要多开打开窗户通通风 把多余的水分把它给吹走了 这样有利于土壤里面的干湿交替的过程 让它的根系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 它的叶片自然也就会出现止顶了 本期的视频啊 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赞赏